字幕提供 歡迎收聽 這位友我是 新西蘭的義德投仰 和社長Raymond Wong 你好 我們一號之一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財士 真的好 我們現在先說說動防 動防這份東西 非常厲害 我們叫它做什麼 宇宙最強的第四拳 這份媒體 宇宙最強的第四拳 今天甲一說什麼 甲一說 港康馬失魂 玩殘餘萬人 嘩 這麼厲害 這份東西真是在街上震 了解 住址證件未確認 求助動網代發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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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戰格到無論 好了 它就說 港庫積極 被戰通關 但臨門卻意外多多 要是有新變種病毒 Omicron 劃走入社區的蘭老虎 一定會有 劃走 劃走 現在還未走入社區 因為還未 還未 還未 哈哈哈哈哈哈 像近 其實 說真的 現在害怕走入社區 不單是香港怕走入社區 廣州都很怕走入社區 我們這裡都在怕 因為現在在隔離設施找到 有幾個中了 Omicron 已經中了 還有他們 嚴格來說 你說什麼走入社區 其實 你由機場那裡 去到 隔離酒店或者住所 根本那段路都是有風險 我告訴你 根本 你完全把風險變零 是沒有可能的 都說了 是一定有些可能的 一定有可能會出事的 那 剛才 即是 待會我會說的 即是Dicky 這條7頭 待會我們下午就會說 記得聽 跟你說話 7頭 Torucef 說廣東省爆 Omicron 通關相信又要押後 其實 當有人拿了這件事來做議題 我已經說過了 其實已經說過很多次 這件事拿了來做議題 其實對政府 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即是現在的人是不斷 瞭解這件事 哇 有這麼多人拿了 去申請健康 即是 這件事是有市場 因為 一推出一個星期 就55萬人登記 即是 用通關來做議題 可能就有55萬張選票 對不對 這樣就贏了 很厲害 是啊 不只拿兩席 三席都可以 是啊 很厲害 很厲害 為什麼會用通關來做議題 就是人們這樣想 我一定要說清楚 是離譜的 這些是 即是 這個洞房 真是 賤到沒有朋友 就是這樣 還有一些政棍 其實你看到誰是政棍 很簡單 他把通關做政綱 其實是政棍來的 但最慘的是 很多 即是 候選人都是這樣做 你沒有辦法 現在是 爛橙裡面選擇過漂亮一點 其實是 那好了 Toracef 明天的邊境投票 也是對 廣東省和廣府的考驗 當然 不是很簡單 其實要做這些事情 根本很難 即是 現在 他們那些人 就把矛頭指向特區政府 但實際上 很多事情都不是特區政府作主 例如那個配額 你覺得那個配額 是特區政府說要一千個這麼少嗎? 老實實 你自己想想也知道 其實 內地 他自己也怕外房輸入 還有他自己也 有擔憂 有些人說 因為內地擔憂 就是因為香港不跟內地那一套 所以內地擔憂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 就算跟著內地那一套 香港的情況 也是值得擔憂 很多社會結構不一樣 你不可以整個小區封了 在香港 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你在內地就行 你香港根本做不到 你小型封區 維封一棟大廈 一定有漏洞 香港的操作 跟內地是不同的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是 Kwong L就說 我他不投 不要不投票 一定要告訴大家 就算你多不喜歡 那些候選人也好 你投票是一定要投的 譬如你覺得 那兩個建制候選人 不行了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可以考慮盧民端的建議 不要清一色 盧民端就說 盧民端說了 清一色 譬如你看到那三個人 你都很不喜歡 你不投票的話 你就變成被那些極端的 黃友拿出來 你那一票去做文章 因為你不投票的話 你就會變成了 他們說 杯葛選舉制度的那些人 所以你一定要去投的 我告訴大家 一票是一定要投的 現在有些人想 借杯葛選舉制度 再借外國勢力 去搞 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所以 為什麼投票這麼重要呢? 我們一看到盧友說 不想投票 我們一定出來說 一定會花起碼幾分鐘 本來都不是說這個話題 都要出來說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投票真的很重要 說回這個健康碼系統 小南剛才 我本來想讀他的留言 但是 就 漏了 小南就說 是貼線的 未上載地址 可以自己輸入 等收編 自己active 港康碼戶口 我已經收到了 傻嗨 那樣 其實有些人 是 怎麼說 是找些位置來入政府 好坦白說 其實說有市民向動網求助 其實是一個人 結果他 為什麼出錯了呢? 是 為什麼他搞錯了呢? 就是他自己進入身份證控碼的時候 打了一個空格 打下去 這樣也可以打錯 什麼時候身份證控碼有空格嗎? 我不知道 這是他個人問題 明顯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 他的讀者 動網的讀者 他是 叫劉女士 特別笨 這個就是九流流 吃地球的劉女士 為什麼 因為他申請 他說申請很複雜 因為身份證明 文件無效 去政府部門查詢 福利歐基 原來他打了一個 身份證號碼 多了一個空格 這個是他自己的問題 但是報紙幫他寫 寫到這個 這個應用有問題 是啊 他寫到這個系統很大問題 Horacef 是不是動房記者 自己扮演 我不知道 無實說 他又沒有說他到底是誰 一位女士 就說 特地找東西來做 借些意義 這樣的意思 是啊 France Black說 我家裡三個都不喜歡 但是要幫忙推高投票 也沒辦法 那你是要投票的 青山逃犯麻醉員 我自己的看法也是對的 你也說得對 就是投正棍對加一票 是啊 沒有辦法 你不要抑掉正棍 其實 每個人可以進入閘的 都是外國者 諮審會審過 都檢查過 就算他過往說過激進的說話 也好 這個 也可以排除 基本上 因為諮審會都被他進入 根本不需要擔心 說這個人是有問題的 不愛國的 不是的 過得諮審會 每個人都是愛國的了 老實說 只不過現在 就看看他們能不能夠 算得上成為議員 是不是 是不是 Torosef 說刁文白癡 就以為每個人都是白癡 沒辦法的 他找動網去幫忙 然後動網是有專人回應和跟進 之後發現劉太 是多了 不是劉太 是劉女士 是入身份證控碼的時候 多了一個空格 令到系統無法核實 其實這些是很容易做的 Torosef 坦白說 就算有八成至九成投票 而巴西方街 亦會投票低公益 當然不會 絕對不會 如果真的有八成至九成 事實上根本不可能是八成至九成 我告訴你 這位劉女士自己搞錯 又罵政府的瘋狂線 是呀 那就是動網拿出來做封面 求助動網代發聲 你以為一看來是玩殘餘萬人 不是玩殘餘萬人 其實只有一個向動網購助 一人 一人 告訴你 只有一個 萬人 就是這樣說 為何會有些問題 其實人們申請不成功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地址證明 現在地址證明 它會寄了一個碼給你 然後再輸入 剛才小楠也說過 它寄了給你 你收到的時候 你再輸入已經搞定了 那就沒事了 還有 有些人當然是搞錯自己的身份證 連月日搞錯了 那就不清楚了 其實身份證輸入 你跟隨身份證 這樣進入就可以了 其實就是 所以真的是瘋狂線 Theresa雷就說 申請消費券 沒有入錯 不是 申請消費券也有人入錯 入錯之後又罵政府 之後 之前就搞到很嚴重 又被動房拿去搞 其實政府現在是 怎麼說 小政府 大市場 有些人說 應該做得簡單一點 申請介面 很複雜 一般市民很容易填錯 找一個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 榮譽會長方寶橋出來說 一般市民很容易填錯 如果一般市民可以填錯 你告訴我 為什麼 有27萬8萬的人 可以啟動到帳戶 你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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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嗎 是啊 我也不懂得說 隱瞞了大部分正常理性的 新界西人都不太願意去投票 其實很慘 都是要去投票 你沒辦法 現在 有些副作用 香港19年那件事 其實出來之後 是有些副作用 有些副作用 大家也要幫忙 沒有辦法 我們告訴大家 都是要去投票 沒有辦法 大家是盡量去投票 是要投的 你不能夠給對家那些詭計 始終都成功實現 雖然有時候部分選區的建制 真的投不下手 你投不下手的話 你就投 投對家 當反對票 對吧 沒事的 你投對家 不需要擔心 說他不愛國 什麼都不需要擔心 嘩波嬤就說英文名字 不留空格也申請不到 其實這些是常識而已 所以大件事就是這樣 其實香港某些人是嚴格來說 跟文盲差不多 現今世代 所以大件事就是這樣 對 是啊 Bang Chan 817Bang Chan 自己入賽 政府真的沒有錢 不是啊 因為現在他找了人 說現在要逐步改善 使用者界面 和體驗 理訊 和簡化流程 這樣 其實 不容易的 我告訴你 你拿了港康碼 下一回合 你還要用微信 就是這樣說 有些人到現在都不肯用微信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已經推 大家不要用Facebook 不要用WhatsApp 我們用微信 所以 我們早就已經說了這些 19年已經叫大家用微信 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 大家真的想和內地融合 大廣泛融合 小道區 色道區隔 大灣區發展 你就要用內地的東西 也不懂得用 有些人還要跟我說 不懂得用微信 叫你用就一定要用 為什麼呢 之後一定要用 我就告訴大家 Ada Lee 說 動防唯恐 香港不亂 不亂不深色 Toracef 說 星期一已經有安心出行更新 小南 說 等於打麻雀戲會 也要頂死他 有些人真的是很差 是啊 Veronica就說 填錯就填錯 以前買馬 買落合彩都要手填 自己填錯 贏不了 都是罵自己手臭 難道會罵馬會 對啊 有時候就是 有時候落飛 原來按錯了 有什麼辦法 你自己 下次再玩過 不中就不中 是不是 Toracef 又不用微信和支付寶 怎麼回內地 有些人沒有用微信 老實實 有些人只是用支付寶 微信是沒有的 有些人真的沒有微信 他專門不用的 龍眼妹說 我懂得玩微信一年多 非常好 我也叫大家一定要用 如果你要上內地 一定要用微信 因為之後的應用程式 其實根本上跟微信聯合在一起 所以沒有辦法 Winnie說 香港刁民太多 其實 真的很慘 也沒有人幫他 說真的 我覺得 結果他找洞房幫他 是奇怪的 究竟你這個人 是要幾失敗 一個朋友都沒有 你才要找媒體幫你 我是拗頭的 不要緊 不要緊 Freder Wong說 不是用微信 用多一會兒就習慣了 其實 習慣了 先安裝一下 先按一下 加入我們的群組 我現在都會處理回問題 因為那個電話是剛剛才搞定 所以有些事情都是遲體了 好了 Ford Weiss說 有一次真的填錯非 以為中了馬去收錢被人笑 Corp Wink L有另一個經驗 就是 填錯長次才有錢 哈哈哈哈 每個人都不讀 瘋了 聽了魔王之後 才用微信 我們是一早 跟大家說 別人說我們是收CIA的錢 收CIA的錢會叫人用微信 回覆你的機 說得就說生草藥 賤也無倫 這些9X 滴滴說支付寶 也有香港和國內版之分 是有分的 就是AlipayHK和Alipay 但是 就是這樣說 很多人為何會有內地支付寶 就沒有用微信支付 因為我記得支付寶是有先的 我自己就在內地沒有用支付寶 我是用微信支付的 我的看法就不同 因為我不想安裝這麼多個APP 可以吧 Frederwall我稍後再幫你加 現在我還沒有處理很多事情 都說手機滑到 之前 很難搞 所以 記得提醒我 如果未加入你Twitter 記得提醒 以及告訴我 你的YouTube名字是誰 我就加入 Kit章就說在深圳坐地鐵巴士都有微信 乘車馬和深圳通 我自己也是駕駛深圳通的 我用深圳通卡奪 其實我在廣州、深圳、北京都有交通卡 在武漢都有 沒所謂的,每個地方都買張 我們想著之前會到處去的人 結果大家知道疫情 搞到一劇 就很麻煩 MHK003 0就說 APP要寫到零機會填錯 其實很小事 可以入空位 應該算是Bug 不知為何會 加多一個空位 我就不知為何會這樣做 所以很搞笑 吳智明說想加你們微信 不如你放回微信 淵淵說次哥都用微信 其實用微信 做行騙 有人一向都會這樣做 但是 你自己都要小心 我們都要講清楚 有些人是搞這些事情 你自己都要小心 我們都要講清楚 你不同的平台都會有人行騙 所以沒有辦法 每個平台都有 所以不關平台的事 先講清楚 好了 我現在又要講另外一件事 這裡就算是講完了 玩殘如萬人都寫得出的 然後回覆他的機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好嗎 先這樣 拜拜 拜拜